雷烟谷之外的空气有些凝固 那漫天转移的目光 犹如具备的传染性一般 最后都是不远而同的 凝聚在阳城人马后方的 那一道年轻身影之上 一些阳城人马 对于昨夜那场大战 也是有所知晓 林栋能够与造化镜巅峰的实力 斩杀一名半步涅槃强者 的确让他们感到有些震撼 不过眼前的这种局面 光是有着斩杀半步涅槃镜强者的实力 可还是有些不够的 所以对于柳元以及灵智 将视线投射到林栋的身上 让不少人心头有些嘀咕 他们不怀疑林栋有着强横的实力 但是在他们心中 还远远为达到能够抗衡 真正涅槃镜强者的地步 那不远处的半空中 花云以及乌墨 也是有些差异地看向那一道身影 玄机眉头都是微微一皱 想来是察觉到 林栋那不过造化镜巅峰的实力 同时他们也有些不太明白 柳元两人的意思 难道他们是想要 这个造化镜巅峰的人来帮忙吗 这些家伙在搞什么呀 花云双眼微眯着 南南的声音之中 有着一丝痴笑之意 倒是一旁的乌墨眉头皱着 不知为何 他总察觉到 那道身影仿佛有些熟悉 但是却无法想起 那种感觉是从何而来 在雷烟山谷周围 一座隐蔽的山峰上 一道曼妙见影闪现而出 那对慵懒的眉目 望着雷烟谷之外的对峙 而后他的目光 也是看向后方 那一道年轻的身影 轻声说道 倒是有点意思呀 那些阳城人马之中 身为此番事件主角的林栋 显然也是被突然起来的一幕 搞得有些发症 望着那一道道 凝固在他身上的目光 他的眉头忍不住微微一皱 然后抬头 望着前方的柳元与其灵志 林栋兄 大家都是来自阳城的 这个时候 如果能够携手合作 或许方才能够取得一些利益呀 看着林栋投上来的目光 柳元心中也是苦笑了一下 他心前的举动 完全是条件反射 他总是感觉到 林栋隐藏得有些深 所以在最没办法的时候 才会忍不住地 将视线投向林栋 但随着他的清醒过来 才明白 眼前的局面是如何的困难 面对两大涅槃进抢者 以及两大王朝的压迫 就算是林栋真有些本事 难道又有能力力挽狂澜不成 当然 心中苦笑归苦笑 但毕竟动作都做了出来 柳元也只能开口这般说着 林栋因为柳元这话 倒是面子有些古怪 难道他真以为 只要林栋出手 便是能够让他 两大高级王朝退去不成 林栋漠然 目光在远处 那一黑一白 两方人给巨大压力的 王朝之中扫过 此次雷烟骨吸引而来的阵容 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两大高级王朝 所带来的压力 就算是林栋 都感到肩膀有些沉重 而且他也清楚 如果两大王朝要对付他 他也格外的艰难 他清楚 这两大王朝的目的 必然也是远古密钥 所以即便他现在不说什么 但是在抢夺远古密钥时 他们也会爆发冲突 但如果这个时候 他坐视阳城人马 被两大王朝下退的话 那么等到时候 在雷烟骨内 争夺远古密钥的时候 他就必须单独面对 这两个庞然大物 各种艰难 想来会相当棘手 所以若是能够 让阳城人马 进入雷烟骨 就算制造一些混乱 也能够令两大王朝分心 对于林栋来说 也不算什么坏事 在林栋沉默的时候 他周围摩铁等人 用一种奇特的目光来看着他 不知不觉 林栋竟然逐渐地成为 这阳城人马 举足轻重的人物 甚至足以跟柳元 以及林云这种人相媲美 一道道目光 凝聚在林栋的身体之上 这里的人都不想 这般毫无收获地退去 但是在两大王朝的压迫之下 他们又是别无选择 所以倒有不少人 犹如赌徒一般 将最后的兴旺 投在林栋的身上 昨天夜里那种奇迹 他们似乎像期盼 第二次出现了 凝固的气氛 约摸持续了数分钟 林栋那紧皱的眉头 终于舒缓开来 而后其脚尖一点虎背 身形便略出 而后出现在最前方的位置 林栋的这番举动 无疑是在杨成人马心中 掀起阵阵骚动 不少人的面色 都是有些复杂 他们一面期待的奇迹 一面又在理智中告诉自己 即便林栋真的出面 也是无法改变 这残酷的现实 两位 你们可信得过我吗 林栋偏头 目光望向柳元与灵智 突然开口说着 听得这话 柳元两人都是微微一正 对视了一眼 玄其谨慎地说 你打算怎么做 赌一把 我有五分迎面 林栋声音平淡 但是却没有说得太多 五分迎面 虽然不知道 林栋所说的赌约究竟是什么 但是这个迎面 在柳元两人看来 却颇为不错的 毕竟这样纠缠下去 一旦这两大高级王朝要动手 他们或许就真的要崩溃了 反正都要这一步了 林栋兄若是有想法的话 那便尽管一事 柳元沉默了片刻 终于是咬牙沉声说着 这样拖下去也不是一回事 不然等到黑夜来临 他们恐怕要走都困难 一旁林栋也只能点点头 瞧得这两人点头 林栋方才轻吐一口气 而后将所有目光 都凝视在下一步踏出 目光看向远处半空的两道身影 即便是相隔这么远 但是他依然能够感觉到 两者身上所传出的压力 涅槃进抢者果然名不虚传 林栋沉稳的声音 在半空中缓缓地传开 两位都是名声吉祥的人物 若是要我们阳城人马转身离开 也并非不是不可能 不过我却想与你们设一个赌约 华云淡淡笑道 说 吐鱼 貌似你们没有那种资格呀 两大高级王朝联手 实力的确很强 不过相信我 狗鸡了跳墙 兔子鸡了咬人 我们费尽千辛万苦 才来到这里 如果你们真的要来硬的 即便你们能胜 也断然会付出一些代价 雷烟谷能够吸引你们过来 谁也不知道 这周围山里面 是否还有着其他的王朝隐藏 你们若是在这里有所损失 或许对你们来说 不算什么好事情 林栋的声音依然平静 仿佛没有丝毫受到 华云身上散发的压力影响一般 听得此话 那华云乌黑的眼睛 终于是微微眯起 视线不周痕迹地掠过雷烟谷周围 那些云雾山外 林栋所说 的确是他们最为担心的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这个世界上 恐怕没什么人 愿意当螳螂 而华云等人 同样不想 说说 什么赌约吧 华云与乌墨对视了一眼 眼中 这才泛起一丝兴趣 懒洋洋地说着 听到两人口风松动 林栋嘴角也掠过一抹性小的弧度 而后 其袖袍一挥 一刀进风席卷开来 然后 便在远处地面上 勾勒出一个 约摸十丈大小的圆圈痕迹 我这个赌约 我这个赌约没什么复杂的 两位之中随便出来一位 站在圈中见我一招 若是被震出圈子 我赢 反之 你们赢 林栋排排手 语气轻描淡写 但是 那所造成的震动 却足以用排山倒海来形容 因为 他的声音刚刚落下时 那扬城人马中 便传出一道道 吸冷气的声音 足有目光 似乎连眼中焦距 都被震得消失开 看上去 恍恍惚惚的 可以想象 当一名 不过造化镜巅峰的人 对一位真正涅槃镜强者说 你能接我一招时 就是你赢 那一幕 是让人感到多么的滑稽 与可笑 他们不否认 林栋作业的强大 但是 也不足以成为 他如此狂妄的本钱呢 那可是 货真价实的涅槃镜强者 甚至连柳元 林智这等人物 都必须联手 放在勉强抵御的存在 在哗然声响这之时 柳元与林智 同样是有些瞠目结舌 在听到林栋的话时 他们一个念头便是 这家伙 难道是来耍人的吗 林智眼睛有些发黑 面色也是有些难看 他盯着柳元 过了半天 却是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说都说了 还能怎么玩吧 这个时候 柳元也只能 硬着头皮说了 毕竟这事情说起来 算是他引出来的 现在他能做的 就只有期待奇迹了 有趣啊 半空中的华云两人 同样是微正片刻 才回过神来 目光信血地 打量着林栋 最后忍不住 失声摇头 这种赌约 想来在他们看来 实在是有些可笑 两位决定好谁出来了吗 对于那漫天质疑的目光 林栋却是犹如未见 只盯着华云两人 轻声说着 我来吧 华云满脸细血 他看向乌墨 在见到后者摊摊手之后 他便缓步走出 不过他并没走进那圈子 而是凭空立在半空 双手赋于身后 淡淡的声音之中 却有着无法掩饰的自傲 不过 也不用进入那个圈子了 我就站在这里 今日你若是能够 一招将我震退 这雷炎鼓 任由你们阳城人马进出 但是 若是你无法绊倒 便立刻带着这些人离开 否则 我两大王朝 将会采取强硬手段 望好自为之 夕阳如血 照耀在这雷炎鼓之外 空气中的气氛 也是因为 那华云的一些话 逐渐有着凝固 与升温的迹象 华云悬浮半空 双手赋于身后 倒现了精维的洒脱 那番气度 也让人不得不暗谈 涅槃镜强者 果然是信心过人 赌约在华云印象的时候 便是生效了 因此 不少阳城人马 面色都是有些灰败 或许在他们看来 这种赌约本就是笑谈 林栋能够斩杀 半部涅槃强者 的确让他们很惊讶 但可惜的是 半部涅槃 与真正的涅槃镜之间 那差距就是难以丈量的 林栋与柳元对视了一眼 其实只能一声轻叹 现在再说什么已经晚了 他们实在是有些头疼 如果待会儿林栋赌约输了的话 他们是不是真的 必须要乖乖离开 一想到这 林栋两人眼神 便有些不甘起来 那柳元更是有些后悔 早知道的话 就不把林栋给扯出来了 不过 不管他们现在心中 再如何转动念头 也只能老老实实 看接下来的这场赌约了 而林栋在华云走出来时 眼神也逐渐凝聚 身后那种种种骚动 被他完全抛出脑后 还并不在乎那些质疑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他会出面 不过也是存在着 利用阳城人马制造混乱的心思 说起来也算是个齿所需了 来吧 我倒是很好奇 与你造化镜巅峰的势力 究竟有着什么资格 说这般赌约 不过 不管最后结果如何 你这勇气 倒是的确不弱呀 华云袖袍一挥 似笑非笑地盯着林栋 仿佛是等着看一场笑话般 林栋面色孤颈无波 并没有丝毫的紧张之色 他看了华云一眼 身形微震 体内原理几乎在此刻 催动到极致 同时间一道道吞噬之力 自体内荡涌开来 周遭天地的元气 也是立刻呼啸起来 最后源源不断地 在林栋上空凝聚着 整个天色 仿佛都在煞尸间 显得暗沉下来 而感受到那种天地元气的异样 扬成人马 都微微一正 玄机脸庞上那种灰败 才稍稍有些收敛 倒的确有些能耐呀 华云眼中略过一丝差异 勾动天地元气为己用 这可是涅槃进墙者 方才能够办到的事情 没想到林栋不过造化进巅峰 已是能够有此能耐 看来他所支展的武学 是相当不弱的 一波波强大而狂暴的元力 源源不断地 自林栋体内蔓延而出 最后猛地化为 一道璀璨的光柱 自林栋头顶爆射而出 光柱撕裂天际 仿佛连熏武都在此刻裂开 而林栋的双眼 就在此刻涌上一缕金色 他伸出手指以一种 极为缓慢的速度 凌空点出 在林栋这一根手指点出的时候 他的手臂都在疯狂地 颤抖着皮肤之下 金光如同液体一般 飞速流转着强化林栋的肉体 强行承受着这一直 所带出的那种可怕的 狂暴之力 一指尚未完全点出 空气已是紧数爆炸开来 林栋黑发舞动 浑身衣袍烈烈作响 甚至那天空上 都是隐隐有着云层在汇聚 望着这一幕天地异象 包括柳元灵制在内 很多人 眼中都涌上一抹震惊之色 那华云见到这一幕 眼中也是火热涌动 原本的细血倒消散很多 其身体一震 便有着澎湃原力 在其周身涌动 阴影间 那种原力之中 仿佛有着刺骨的冰寒 大荒求天指 五指 洞乾坤 林栋的一指 终究是在 所有目光的凝聚下 所点出 而也就在 点出的那一刹那 林栋的手臂之内 传出一道道细微的闷响 旋即 金光流转 愈发恐怖 这一次 林栋是毫无保留的 在施展 大荒求天指 第五指 如果不是修炼 小涅槃金身 恐怕现在 他这一条手臂 都被生生地 炸得鲜血淋漓 不过所幸 那种狂暴之力 最终林栋 还是生生地 承受了下来 顿时间 那光柱撕裂 虚无的天空 猛然传出一种 极为可怕的波动 然后 一根 犹如自远古 穿梭时空而来的 古老巨纸 自那虚无中出现 悬浮在 这片天地之间 此处出现 古老巨纸 几乎是 前所未有的凝聚 那巨纸之上 布满着无数复杂 灰色的符文 而且这一次 以往那种缺陷之感 也终于消失而去 也就是说 此次这大荒 求天纸 并非是半纸 而是真正的 完整的一纸 古老巨纸 悬浮天际 周遭元气 瞬间沸腾起来 隐隐间 还传出一道道 低沉的爆炸之声 一种令人头皮 发麻般的波动 席卷开来 令得场中 人人变色 怎么可能呢 后方柳元与灵志 目瞪口呆地 望着那古老巨纸 从上面弥漫开的波动 让得他们明白 若这是对他们 攻击而来的话 他们即便能够 抵挡而下 但是也绝对 会付出相当 惨重的代价 他们实在是 有些难以相信 这等强大武学 竟然会是一个 仅仅造化镜巅峰的人 手中所施展开的 在灵志身后不远 海莎也近乎绝望地 看着这一幕 原本心中 对灵动抱有的 一丝怨度之意 也在此刻 被他生生地抹出而去 这种对手 他根本就惹不起 这一直对着他来 他是必死无疑的 灵动皮肤之下 金光涌动 甚至连寒毛 都在此刻竖立起来 这是他第一次 彻底地施展 这大荒求天指 第五指 那等威力 的确是 连他都感到 有些震动 去 深吸一口气 灵动的眼神 陡然变得 如刀锋般的灵力 他倒是很想 亲自体验一下 涅槃静的强者 究竟是有多么的厉害 当即 其手臂一震 那犹如来自远古 破空而来的 古老巨址 终于撕裂空间 一闪而下 出现在 那滑云头顶上空 然后 重重地按下 这一刹那之间 仿佛连空间 都不堪重负地 撕裂开一半 隐约间 有着细微的 破裂之声传出 古老巨址映射在 滑云的瞳孔之中 那张原本信学的脸庞 此刻已涌上 一抹凝重之色 旋即澎湃的冰寒原力 吸取而出 同时也飞快吸取 周围的天地元气 以种惊为惊人的速度 在其周身 凝聚成一座 无比庞大的 黑色冰山 磨及冰山 冰山 又如黑色金属所住 弥漫着一种 坚不可摧之感 冰冷之间 透着苍剑与坚固 古老巨址 又如天神 自遥远虚无 落下怒火一般 一种惊人的声势 那所有的目光 眨也不眨 凝聚之下 狠狠地哄袭在 那黑色冰山之上 这一般撞击 犹如两枚 来自不同方向 掠来的陨石 这一刹那相撞 所有的人 都只能听见 那半空中 猛然传来惊天俱下 而后 众人便感觉 耳膜嗡鸣起来 发出阵阵的剧痛 不过 即便耳膜剧痛 但依旧有很多目光 死死盯着 那般疯狂相撞之处 而后 他们便听到了一丝 欣慰的咔嚓之声 后方的乌膜 萎眯着双眼 眼瞳陡然一缩 他能够见到 那黑色冰山之上 竟然蔓延出 一条条裂纹 裂纹弥漫的速度 越来越快 仅仅是电光火石间的时间 终于是扩散到最大 最后 那巨大的冰山 终于在那一道道 惊恐的目光中 轰然爆炸开来 冰山爆炸 璀璨金光 陡然自其中暴涌而出 那其中一道身影 竟浑身被包裹在金光之中 隐隐看去 仿佛金色液体 流转在其身体之上 充斥着肩不可摧之感 涅槃金身 望着那被金色液体包裹的身影 阳城中人马顿时传出惊呼之声 显然是没想到 这华云竟然被逼得 施展出涅槃金身了 金色身影 掌心紧握 而后一拳狠狠地轰出 犹如一记金色流星 怒轰在那古老巨址之上 当即可怕的进风风暴席卷开来 只见得那古老巨址 竟被生生地轰退 而且在退截之后 硬生生地结结溃败 古老巨址寸寸崩裂 虽说大荒求天旨威力极强 但毕竟林栋的实力 才造化尽巅峰 而华云也是真正的涅槃金强者 想要凭借这一招 取得太多的优势 显然并不容易 不过所幸 他的目的已然达到了 林栋悬浮半空 体内气血翻腾 浑身火热 但他的目光却灼着 盯着远处的那一道身影 此时的华云 一头长发已被震散开来 披散在肩膀上 隐隐间带着一丝狼狈之意 而且所有人都是能够见到 此时的华云 已不在先前的位置 在刚才那几硬碰之中 他足足退出数十丈 方才彻底卸去那可怕的力道 各种输赢 一眼便知 承让 林栋盯着嘴唇敏紧的华云 然后抱拳 平静的声音 带着一种令人动容的震撼 在半空中悄然的传荡开来 凝固的气氛笼罩着雷烟鼓之外 所有的声音 仿佛都在此刻消失而去 唯有着那一道道 还残留着震撼的目光 还证明着先前所爆发的那惊天一击 赢了 柳云有些艰难地扭动脖子 望着身旁 同样眼睛几乎要突出的灵智 喃喃说着 灵智并没有回答 她的理智同样暂时 被那股震撼所压制着 好半晌之后 方才逐渐清醒过来 她望着华云 那被震散开的头发 终于是缓慢地点点头 而在点头时 灵智心头也是澎湃汹涌 昨天夜里 她原本还对林栋那种态度 略微有些不满 毕竟在她看来 即便林栋有所本事 但是这却并不足以支撑她 有着本钱 在他们凌云王朝面前狂傲 但是现在 她对于林栋那般态度 方才有了一种恍然 这个家伙 之所以能够并不十分在乎她的出面 并非是什么狂妄 而是她真的拥有着那等本钱 先见那一招 灵智知道 如果换作她的话 即便是能够接下来 也必然会受到重创 毕竟她还没有踏入涅槃境 其肉体强度 远远比不上华云 这种具备涅槃金身的人 后方的阳城人马 在处于一片死寂之后 也终于是陆陆续续有人回过神来 当即那欢呼之声便直冲云霄 不少人都大喊林栋的名字 想来心头也是相当的激动 摩铁深深吸了几口气 压抑着心中的震动 目光看向身旁的唐轩等人 只见得他们同样是一脸的难以置信 哎呀怎么样 早和你们说过 这林栋兄啊 不是常人 你们还不信 听得摩铁大笑 唐轩和刘轩倒有些惭愧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还真没有对林栋有什么看重 甚至还以为 这家伙只想跟他们混倒了烟谷 喧哗的声浪 在阳城人马半空掠过 而不远处半空的花云的面色 则略微有些阴晴不定 这种结果 显然也是远远地出乎了他的意料 身为涅槃静强者 他非常清楚 造化镜巅峰 与其之间有多么庞大的差距 他修炼了涅槃精深 如果按照常理 恐怕就是站在那里 让一名造化镜巅峰的人全力攻击 或者都难对他造成什么伤害 但这一次 他却有些失算了 毕竟谁都想不到 林栋竟然能够施展出如此强大的武学 体内的气血在微微翻涌 不过很快的 便被华云强行压制下来 再度将披散头发收拢 再看上去 似乎除了眼神之外 华云并没受到太大的伤势 这一幕 看得林栋都忍不住有些暗暗摇头 涅槃静强者果然强大 那完整的第五指 几乎算得上他现在所能催动的最强大武学 但是那结果 似乎除了让华云略微狼狈了一些之外 并没有取得什么太大的实质性效果 华云的目光轻轻盯着林栋 嘴唇微敏 面色略微有些冰寒 而见到他这般模样 阳城那边欢呼声也逐渐减弱下来 轻贴地盯着他 以防这涅槃静强者翻脸 不过对于华云这凌厉的目光 林栋却只是一笑 说 怎么 赌约不作数了 没想到 我华云 今天竟然会在你手中吃亏 赌约既然已经设下 我华云自然不是那种 说话不作数的人 华云盯着林栋 片刻之后 方才面色有些难看的一笑 挥了挥手 说 我们玄兵王朝 不会再阻拦你们阳城人马 浸入雷烟谷 说着话时 他看了一眼后方的乌墨 他的话并没有将大乌王朝 也包括而进 显然并不想代表他们 险前赌约我也同意了他 若是反悔的话 日后还真是无脸与人相见呢 乌墨淡淡一笑 心中虽然对这个结果大为惊讶 不过这时候反悔 显然不是什么明智决定 而且他并不认为 阳城这些人马 进入雷烟谷 会给他们带来什么麻烦 即便是先前 让他大为惊恶的林栋 也同样如此 以乌墨的眼力 自然是看得出来 林栋那一招 应该是他最强的武学 不过 这仅仅只是震退乌云 真要说起来 两者并不在一个层次之上 涅槃境的强大 不是造化境的人 可以想象的 听得两大王朝 并没有反悔的迹象 阳城那些人马 这才松了口气 而林栋 也是徐徐地 自半空中落下 那柳元 以及林志 立即热情地 赢了上去 言语时间 没有半点之前的那种傲气 林栋此前展现出的 惊人实力 足以让他们 平等相待 远处 华云和乌墨 自半空落下 两人目光交织了一下 都是苦笑着摇里摇头 想来是没想到 结果会变成这样 华云目光看了一眼 那阳城人马 犹如英雄般的林栋 说 那小子 的确有些古怪呀 先前所施展的武学 恐怕已经达到 高级造化武学强度 而且 最让我惊讶的是 以他造化镜巅峰的实力 怎么能够承受 那么可怕的能量呢 哈修林了一种 相当不弱的炼铁武学 与涅槃金身有些类似 不过 我也得承认 他的确是有些古怪 先前双方交手时 这乌墨显然时时刻刻 注意着林栋 自然 也是察觉到 后者催动 小涅槃金身时 所造成的一些异动 华云吐了口气 似乎想将先前那种郁闷 紧束吐出来一般 的确有点小麻烦呢 不过 真要动手的话 他应该没有太多机会 乌墨对此 倒并没什么意外 此次华云只是拖大 吃亏在这一个赌约之上 不过 如果真的是真正交手的话 显然不可能会给林栋 什么机会 涅槃金与造化金之间的差距 不是简简单单的武学 能够弥补的 走吧 先进去 此次我们先合作 至于远古庙的归属 等我们到手了 再做分配 华云转过头 看向那隐藏在 雾气朦胧中的雷烟骨 说了一声 然后就再不拖延 手掌一挥 一马当先掠紧 而其身后 玄冰王朝的强者 也是迅速跟了上来 乌墨微微点头 也立刻带着人 跟上去 然后两匹人马 一先一后 紧束冲进雷烟骨中 消失在那茫茫迷雾之内 我们也进去吧 望着两大王朝 进入雷烟骨 柳元与林志眼中 也闪烁起 火热与期盼之色 而后看向林栋 那话语中 竟有着一点 询问的味道 林栋点了点头 招呼莫林 摩铁等人 来到他的身边 宣吉 这批阳城大部队 也在那漫天欢呼声中 如同潮水一般 涌向雷烟骨 最后 紧束被浓浓的迷雾 所掩盖出 在这深山之中 那雷烟骨 犹如张开锯嘴的 无形妖兽一般 不管来了多少人 都是被毫无阻拦地 紧束囤进 而当最后一道身影 消失在雷烟骨 迷雾中不久 那半空中 一道曼妙倩影 方才闪现而出 他美目 饶有兴趣地看了一眼 先前林洞与华云交手 而阵列地塌陷大地 轻声笑道 能够在造化境巅峰 便拥有如此战斗力 说这家伙 竟如涅槃境的话 那又该有多强悍呢 真让人诧异 没想到 在这种地方 能遇见这般人物 轻声落下 那倩影 慵懒伸了个懒腰 眉目中流转着波动 似乎扑着痕迹地 瞟了一眼 不远处的山峰 唇角微先 而后身形一动 便掠进了 雷烟山谷之中 而在这道倩影 进入雷烟山谷 约摸数分钟之后 雷烟山谷之外的空气 微微震动 数道黑影 突然如同鬼魅般的 闪现而出 一道黑影突然开口 声音有些嘶哑 语音了 那女人 似乎是发现我们了 那竖道身影中间 一人声音淡默着说着 不用理会 这远古迷药 我们势在必得 那远古密藏 可远非寻常宝藏 若是能够得到 百朝大战 我们必然能够脱颖而出 没想到 连玄冰王朝和大乌王朝 都来这里了 那两个家伙 也挺麻烦的呀 不过 是刚刚两个 进入涅槃境 没多久的家伙罢了 算不得什么太大麻烦 他们的王朝 在我们 摩烟王朝眼中 还算不得什么 那当中黑影 再度开口 而后 也不再多说 手掌一挥 变化为一道鬼魅身影 冲进了那迷雾之中 在其身后 那几道黑影 同样是紧随而上 而在 他们都进入 这雷炎山谷之后 这里方才 彻底平静下来 不过 那流动的空气 却在隐隐间 散发着一些寒意 想来 这雷炎山谷之中 随着各方人马的进入 必然是 不会宁静了 雷炎谷 算是雷炎山脉 比较特殊的区域 在这山脉深处 山峰交错 地形复杂 而且 据说很久之前 有着雷电降临 生生地 将山峰连接上 拼领而开 才逐渐形成了 如今的雷炎谷 或许是 因为雷电的降临 也令得雷炎谷中 充满雷的气息 那山谷之中 妖兽众多 这些妖兽 似乎也是因为 地形有所变异 不仅来去如风 而且更能口喷雷电 比起外面的妖兽 是更为的难缠 雷炎谷之中 面积相当庞大 所以 即便是突然 有如此众多人马来临 却依然是 无比的空旺 只不过 那谷中 所弥漫的浓浓雾气 却令得人视线 受到极大的阻碍 原本安静的雷炎谷 也是因为 这一大群不速之客 而变得骚乱起来 那山谷的四周 隐约间 有着低沉的 妖兽咆哮声响起 在他们看来 这里本是他们的地盘 这些人 全部都是外来者 而对于外来者 妖兽从来是 未曾嘴软过 而且 这雷炎谷中 即便是外围 都生长着 不少的种种灵药 这些人一进来 丝毫是不手软 见什么拿什么 种种举动 不惹来这里 土著的反击 恐怕 才是奇怪的事情 所以 当众人 进入雷炎谷 没有多久 周围便猛地 传出骚动 以及混乱 想来是有人 被妖兽攻击了 一时间 各种喧哗 与尖叫声 都是响起 让人心烦意乱 柳元看了看 这乌烟瘴气的外围 然后效望着林栋 征求她的意见 林栋兄 真正的宝贝 在雷炎谷身处 不过 这一路过去 妖兽众多 更是独物弥漫 就算是半步涅槃强者 都必须小心谨慎 我们也算在一条船上 先冲过去 如何 也好 林栋对此 倒没什么抗拒 这雷炎谷 的确是危险重重 能够暂时联手的话 也是能够多一分保险 而且 先前看了 玄冰王朝 以及大乌王朝 想来 应该直接是 对深处赶去 他们若是去晚了的话 或许 连汤水都烙不到 走 跟着我 林栋转头 对莫灵等人 以及摩铁等人 招呼了一声 现在 在这个圈子中 林栋算得上是主导者 而且 对于他的话 就算是摩铁 都言听计从 将他们带上 一旦有事情 也是一个不小的助力 林栋与林志 已经柳源 达成暂时合作 也没什么拖延 立刻动身 加快速度 对雷炎谷 身处挺进 而至于 其他的阳城人马 一些机灵的 也迅速跟了上来 雷炎谷内 有众多交错的实路 宛如迷宫 不过好在 那柳源等人 对这里情况掌握不少 一马当先 而林栋也是乐得悠闲 周围时不时冲来一些妖兽 尚未抵达他们这里 便被众人齐齐出手 将其轰杀承扎 而在林栋一行人 快速对雷炎谷 深处赶去时 那前方地面上 林栋也是能见到 一些脚印 以及寿失 向来应该便是 两大高级王朝所流 在他们这般 全速赶路之下 援摹十数分钟之后 那蜿蜒的石道 终于出现 一些不同的景象 那是一层 密集的雷电屏障 那屏障中 雷弧不断闪烁着 落在地面上 爆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在那雷电屏障中 林栋察觉到 一种相当凌厉的波动 当下他的眼神 也是微微一凝 这种雷网 就算是半步涅槃强者 想要冲过去 恐怕都得受点苦头 林栋兄 是雷烟谷的雷石 吸收雷霆所形成的屏障 威力极强 平时的时候 这雷烟谷上空 始终都是雷云天气 那种天气下 这种雷电屏障 威力增幅无数倍 就连涅槃境 都是很难进去的 不过好在 每月总有几天 雷云全部散去 这进入雷烟谷深处 必须把握的时机 所以很多人 都坐在这个时候 望着林栋 盯着雷电屏障 诧异的目光 那柳元笑着解释道 哦 林栋这才有些恍然 他还正在纳闷 为什么那些高级王朝 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凑到这个时候 原来是因为 雷烟谷 这所谓的雷电屏障啊 摩铁的目光 也转向林栋 然后看向 林栋后方的 莫林三人说 林栋兄 这雷电屏障 恐怕只有达到 半步涅槃的人 才能够通过 其他人的话 或许只能留在外面 没事 文言 林栋笑着摇里摇头 对莫林三人轻声说道 你们跟在我身后边行 这莫林三人一直跟着他 也帮了他不少 如今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宝藏 林栋虽然不想 将他们丢在外面 听到林栋的话 莫林三人也是有些感动 玄机点点头 走吧 一旁的林栋 柳元两人 一安排妥当 将他们手下 半步涅槃强者 紧收带走 然后对林栋一抱拳 便斩动身形 冲进了那闪烁着 雷电弧的 雷电屏障之中 随着他们的闯入 那雷电屏障 顿时爆发出 噼里啪啦的声音 令得人 有些毛骨悚然的感觉 走 林栋也不拖沓 手掌一挥 一步踏入 那雷电屏障之中 而后心神移动 一道吞噬之力 悄然的弥漫开来 将那有些忐忑 跟来的莫林三人 笼罩而进 吞噬之力 仿佛在他们周身 形成乌星的屏障 那些狂暴的雷狐 在一触碰到 那吞噬之力 所形成的护照时 便悄然的消失而去 这些雷电之力 在经过吞噬之力的吞噬 并且炼化之后 它这一种淡淡的苏麻 在林栋体内游荡着 最后被林栋的肉体 强行吸收 以前修炼大日雷体的时候 林栋便吸收过雷霆之力 因此 现在再吸收的话 也是经车熟路 并没有给它 带来丝毫的不适 而借助吞噬之力的奇效 这所谓足以让半步涅槃强者 吃苦头的雷电屏障 在林栋看来 却丝毫没有挑战性可言 所以 当他见到不远处摩铁等人 那浑身颤抖的模样 心中不由得一笑 通过雷电屏障 并没有需要太多时间 短短数分钟时间 林栋便带着 安然无恙的莫灵三人 以及小炎顺利地通过 然后再看看 那被雷的头发倒树的摩铁等人 他们倒忍不住 要先玩儿起来 哎呀 终于进来了 林智等人 在通过雷电屏障时 也是长长吐了一口气 而后目光火热地 望着雷电屏障之后 出现在林栋等人面前的 是一个巨大的内骨 在那中央的位置 有着一座极为庞大的石垫 静静地处理在此 石垫一时有些破坏 布满着岁月的痕迹 想来存在的时间不会短 显然这应该便是 林栋他们此行的目的地 那所谓的远古灭钥 应该便是 这庞大的石垫之中了 总算到了 各位 接下来有什么收获 就看各自的机缘了 视线火热盯着石垫 那柳元忍不住地大笑起来 然后一马当仙 带着人掠进石垫之中 石垫的大门已被打开 应该是先前那两大高级王朝所为 周围也守着一些匆匆的足迹 石垫之内极为的庞大 一条条走廊交错纵横 然后蔓延到深不可知的地方 那灵智等人一进入之后 便分散开来 寻找着各自宝贝 一时间都忙得不亦乐乎 我们走这边 林栋并没有听足 他的目光望向 那交错的一条走廊 眼中有着一种光芒涌动 而后他一挥手便率先掠出 在其身后 墨林三人肯定是毫不犹豫地跟上 那摩铁 唐轩 刘轩三人略作迟疑 也跟了上去 在他们看来 跟在林栋身边 想来会更安全一些 林栋一行人走过走廊 而他的目光也是愈发的明亮 隐隐间 甚至有着一种激动的色彩 在先前一进入石垫时 他便感觉到 他的精神力 隐隐有着一种沸腾般的迹象 这种情况 林栋很少遇见 不过他知道 只有当精神力感应到 与其密切相关的天地灵物 方才有这般动静 而很显然 这雷烟谷内 对于精神力 有着诱惑性的东西 只有一种 那便是他梦寐以求的天赋灵术 奔略的身影 在持续数分钟之后 终于是停下 一间宽敞的石室 出现在林栋等人视线之内 这间石室 充实着惊人的能量波动 浓郁的药香不断地散发开来 显然 这里是一间 用来存放种种灵药的库房 而林栋的母王 扫视着这间宽敞库房 最后 终于是在那最中央的位置 凝固了下来 那里有着一株空黄的小树 远远看去 那种种枝叉 仿佛是天然形成的神秘符文 隐隐间 有着沟通天地之力的神奇 天夫灵树 望着这一株 犹如符文般的古树 林栋的双眼 也在这一刹那之间 明亮到了极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